第43张公司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较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话说1952年12月24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43次会议。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向会议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 政协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一致通过决议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应该依据共同纲领规定,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 毛泽东的生日快要到了,这天傍晚,叶子龙见毛泽东从办公室出来活动,还没下台阶,就到了他面前,请示道,主席,兄弟党和外国首脑为您发来的诸说电报怎么办? 说着,他将手中的一打紫纹稿,稍微向高处抬了一下,晾在毛泽东的眼皮下。 毛泽东果断地说,收下来,都不要健保。 叶子龙转身就要离去,毛泽东补充说,如果人家要问,为什么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他们的诸售电文,就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习惯。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59岁生日。 这天,毛泽东醒来后,吩咐值班卫士,叫王赫斌陪他吃饭。 王赫斌来到毛泽东住所的过厅,这里一直是毛泽东用餐的地方。 工作人员已经在餐桌上摆好了与往日一样的腐乳、酱菜、辣椒三叠小菜,这些都是厨师老料,按照湖南的风味制作的,还有一盘酱牛肉片。 桌上没有放往常的大米、小米混合做成的二米饭,也没有白炒菜,在一个白色的糖丝小面盆里却盛着半盆刚刚煮好的汤面条。 桌子上还摆着两只高角中型玻璃酒杯,里面盛着半杯琥珀色的葡萄酒。 毛泽东从卧室来到过厅,带王赫斌坐下,就微笑着举着酒杯说,王医生,来,干杯。 今天是我的生日。 王赫斌急忙站了起来,双手请着酒杯,与毛泽东伸过来的酒杯碰了一下,激动地说,助主席身体健康长寿。 说吧,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毛泽东也喝了一口酒,高兴地说,王医生,咱们不助寿,但是可以吃汤面的,是吧? 他说着,伸过手将王赫斌面前的小瓷碗拿过去,要先给王赫斌盛汤面。 王赫斌急忙站起来,接过毛泽东手中的碗和勺子,先给毛泽东剩上的面条,然后给自己也盛了一碗。 毛泽东加了一点小菜,拌着面条吃了两口,微笑着说,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 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咯。 哪里有什么万岁啊? 王赫斌说,人的正常寿命是应该活到一百岁,或者更长一点年龄的。 是的,人是不会活到万岁的。 毛泽东再次肯定了自己的观点。 12月27日,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将有人蒋泽林赠送给他的清末前东壁林写的蓝亭十三把,转赠给故宫博物院保存。 据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锦铭回忆,1956年,大收藏家张伯鞠将自己收藏的李白上扬台铁赠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唯一的李白传世末迹,自然是爱不释手。 但他仍将上扬台铁,转赠给故宫博物院收藏。 1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批准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12月16日至毛主席并中央的关于工会基层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 他写道,全总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各大市委并中裁委全总党组12月16日关于全国工会基层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息。 中央同意这一报告,认为,一,有计划地推广一个各方面经验都成熟的典型工厂的经验到全国各厂况去是可以的。 但在推广时,应切实照顾本地本厂况的具体条件而不要硬讨硬斑。 二,五三工厂的三项经验,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正常的工作秩序,以及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是完全成功的经验,应于推广。 三,全总这个会议的方法,只集中力量解决一个问题,只介绍一个成熟的经验,也是成功的。 全总党组所建议的,为了推广五三工厂的经验的七项办法,望各级党委帮助督促其实现。 中央12月27日、12月28日,毛泽东将傅秋涛关于检查同苏联顾问的关系问题给聂荣臻的报告,批转给彭德怀。 此前,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傅秋涛在12月26日关于检查同苏联顾问的关系问题给聂荣臻的报告中说, 苏联顾问建议迅速建立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兵役机构,不建立就不能实行兵役法,兵役机构应在兵役法颁布的前一年建立。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批语中写道,彭,请在军委例会上讨论一下此件中所提的建立兵役机构问题,如果后年实行征兵制,则明年应建立兵役机构。 毛泽东12月28日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给华东局等福建军区应以现有兵力粉碎敌军对福建沿海地区的可能进攻的指示殿。 他写道,华东局、华东军区、福建省委、福建军区,并告中南军区一,为了配合美军在朝鲜的作战。 台湾,金门敌人,有以一部兵力,拒报一个军,供我福建岛屿,并向福建大陆攻占我两三个县的阴谋冒险计划。 二,我福建军区,有以现有兵力,不要依赖任何外援,粉碎上述敌军进攻的任务。 三,为此必须假,迅速地坚决地加强匕首岛屿的防御攻势,预处充分的凉弹饮水,鼓励守军做长期坚守的准备,不许在泛南日岛那样的错误,否则需于负责者以应得的处罚。 一,预计敌攻岛屿的几种可能,决定明确的增援计划。 并,预计敌在大陆上某些可能登陆的海岸要点,做好若干非永久的战术性的防御攻势,例如,最近我以一个牌坚守海岸攻势,赢得时间以一个连增援,歼灭了登陆敌人百鱼那样。 这种以牌以连以赢为单位的战术性的若干防御攻势,是必须做的,不是要你们做大规模的和永久性的大陆海岸防御攻势。 而在选定匕首的岛屿上则,必须是永久性的和十分巩固的攻势。 四,张鼎成同志,集回福建,担任省委书记和省府主席,叶飞同志专任军事。 在张鼎成同志未到福州前,由他人暂行主持省委省府工作,叶飞同志立即抽出身来,全神贯注于对敌作战方面。 从目前起两个月内是最关重要的时机,务必唤起福建全军及沿海要地党政及人民群众充分注意对敌斗争,不得疏忽大意,致遭不应有的损失。 你们的部署忘记告。 中央军委12月28日电文中所说的南日岛那样的错误是发生在1952年10月间,蒋军6000人侵犯南日岛,人民解放军首岛部队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后续部队增援两个营,因指挥不当,遭受严重伤亡,全岛一度被蒋军占据,岛上的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受到严重损失。 12月28日晚,原第二野战军第16军军长尹仙炳,政治委员陈云开辖第32师,第46师,第47师,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第九兵团,后隶属第十九兵团。 在年末的一天上午,中央办公厅基奥市主任叶子龙找高智谈话说,组织上决定,要你给主席当基奥秘书。 高智一听这话极高兴,又紧张。他怕自己说的一口陕北话毛泽东听不清,而毛泽东的那一口湖南腔有些地方自己也听不懂,弄不好会误了大事。 可这是组织上的决定,自己也只能服从了,他对叶子龙说,我可以试试看。 如果不行,就请组织上马上调整。 第二天上午,高智来到菊香书屋报道,毛泽东因睡得很晚,还没起床,既要秘书罗光璐便找出一些文件,让他看,以便让他及早熟悉情况。 罗光璐还告诉他,应如何整理存放文件,又指着办公桌后面一个多斗粒柜的倒数第二格,轻声交代说,那里面放的是毛岸英同志抗美援朝时在朝鲜牺牲的材料。 以后你在主席身边工作,不要向主席提起他,这件事由周总理处理。 看看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值班卫士打电话通知罗光璐说,主席睡醒了。 罗光璐放下电话,对高智说,走,我带你去见主席。 高智随着罗光璐来到毛泽东的卧室,见他正背靠着床头,一手拿着一支香烟吸着,一手拿着一张报纸,在那里看。 罗光璐报告说,主席,给你新调来的机要秘书高智同志来了。 说吧,他将准备给毛泽东看的文件放在床头边的小房桌上。 高智也赶忙走到毛泽东跟前,激动地问候道,主席,你好。 啊,欢迎,欢迎。 毛泽东边说边放下手中的报纸,缓缓起身,与高智握手,又亲切地问,你是哪里人? 陕北嘉县人。 啊,嘉县我去过。 你在哪里上过学? 高智说他晚小毕业后,又考路隋德师范学习了一年多。 毛泽东眉毛一挑,高兴地说,隋德师范我是知道的,那是陕北很有名的一座学校吗? 这么说,你还是我身边工作同志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 你爱人在哪里工作? 叫什么名字? 高智回答说,他爱人在中央机要局工作,名字叫霍碧英。 毛泽东没听清楚,说你慢慢讲,是哪几个字? 高智便一个字一个字地向他解释,霍是霍去病的霍。 霍是王白石的霹,霍,是英雄的霍。 毛泽东微笑着拉长声调,霍,霹,霍。 高智知道,毛泽东还没有吃饭,看时间已经不早了,便起声告辞。 毛泽东说,好吧,欢迎你以后就在我身边工作,帮我做点事,好不好? 毛泽东特别强调一个帮子,要高智帮他做点事,这使高智十分感动。 高智赶忙说,好,好。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中宣布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是1953年的三项伟大任务。 1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全文如下,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和县委,并告中央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中央收到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1952年11月17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 现转发你们,原文18000字,现压缩为6000字。 中央认为,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地暴露党政组织中极端严重的危害人民群众的很多坏人坏事,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 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 这个问题不但是山东的,也是全国的。 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 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微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 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 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山东省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 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 山东如此,各省市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没有接到像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反应的报告,但已有不少的材料,可以判断有很多地方是和山东的情况相似的。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 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采与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应的问题。 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 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的不好的问题。 这是对县区乡三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 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 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 因此,请你们仿照山东办法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和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袭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 山东的文件请你们认真的加以研究,并在党刊上登载。 反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势力,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 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予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 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罪严重者应处即刑,以平民愤,并建议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 此外,山东文件中全部精神贯注在揭发坏人坏事,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唤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 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 我们相信,山东和各地这种典型的好人好事是一定不少的。 中共中央1953年1月5日、1月7日,毛泽东在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期开学典礼的训词中写道, 总高级步兵学校宋校长及宋十轮、笔者柱和全体学员、教职员同志们, 你们的学校已经结束预备性的文化教育阶段而正式开学了。 我祝贺你们在今后的学习和教学工作中胜利地完成军委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 我们的国家正在为着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 而我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则继续占领我国的台湾,并继续侵略朝鲜,威胁我国的安全。 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 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 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 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 对于这个目的,你们的学习和教学工作负有伟大的责任, 因为你们应当成为全军在步兵方面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努力学习和教学。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1953年1月7日、1月9日, 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 指示说,如果可能的话, 你于今年7月份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与薪金制度。 指示要求各总部于3月份以前完成实施军衔的准备工作, 4月份全军动员与平定军衔, 6月底以前完成军衔的审查批准与授予手续。 1月11日,毛泽东召集有18位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 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 广泛征求意见。 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0次会议, 讨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 周恩来在会议上做了说明。 他说,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已向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提出建议, 并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五党派民主人士讨论,一致同意。 特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通过决议, 在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 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制定宪法, 批准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与会者经过讨论, 对中共中央的建议和政协的决议表示赞同。 毛泽东在会议讨论结束时做了结论, 他说,就全国范围来说, 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 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 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 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 为民主奋斗隶属十年之久才取得的伟大胜利。 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 加强国家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 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 各民主阶级, 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 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 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 同时照顾少数。 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 做了工作的, 有相当成绩的, 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 各民族, 各党派, 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有份。 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 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 从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是一个高潮。 那个时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 以后是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 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同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 由朱德、宋庆龄、李己申、李维汉等32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 不久, 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小组, 由董碧武、彭真、李维汉、邓小平、张继春、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八人组成,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 以政务院内务部为主组成的宪法起草办公室开始收集有关制定宪法的材料。 由董碧武、彭真、张继春等人组成研究小组, 聘请周耿生、钱瑞生为法律顾问, 聘请叶盛陶、吕淑湘为语文顾问, 专门从法律和文字方面进行斟酌推敲。 1月15日, 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伯一波写了一封信, 他写道, 周邓陈博、新税之事, 中央纪委讨论, 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 亦为下达通知, 冲促发表, 毫无准备。 此事肆意在全国引起波动, 不但上海、北京而已, 就应如何处理, 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史之, 我看了亦不大懂, 无怪相名等人不大懂, 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厉害可如何? 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 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毛泽东1953年1月15日原来, 这个所谓的新税制及修正税制是由财政部提出, 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讨论通过, 又经政务院12月26日召开的第164次会议批准的, 并向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过意见。 12月30日,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说, 热烈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的税收修正的通告。 12月31日, 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 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 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而且, 社论中还提出了一个公司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 1月9日和1月11日, 山东分局第二书记相名等三人和北京市委先后写信给中央, 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 抢购商品, 私商观望, 思想混乱等情况。 各大区, 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 打电话给中央财经委员会, 反映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毛泽东正式通过报纸报道和项明等的报告, 才了解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两个副总理, 以及财政部, 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等, 擅自出台了一个未经中共中央讨论的, 深受资本家们热烈欢迎的新税制, 这才写了上述那封信。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信, 反复看了鼠遍, 感到问题严重, 连夜给毛泽东写信, 谈了处理方法。 他写完信后, 把博一波找得来, 说一波, 你看, 新税制主席批评了。 他把毛泽东的信交给博一波看, 博一波接信看罢, 脸色骤然变了。 据他自己说, 心情半是沉重, 半是茫然, 他感到信中辞丰甚严,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沉默了半天, 他才说了这么一句, 看来问题严重了。 周恩来接过信, 说这是主要愿我, 事先考虑部周。 周恩来做自我批评的原因, 就是前边所说的, 财政部提出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后, 向他作所的汇报。 他在1952年12月26日, 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64次政务会议, 批准了这个方案。 接着, 他还向全国工商联, 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 征求了意见。 薄一波见周恩来表情很难过, 就说不, 总理, 这事是财政部办的, 我这个当部长的, 理所当然的, 应该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向薄一波投去感激的目光, 白白手说, 先不谈责任了。 还是把补救措施和解决办法, 一一一把。 你看我给主席的信中谈了行不行? 问题说清楚了没有? 解决的方法得利不得利。 据薄一波回忆说, 后来在2月10日, 财政部吴波, 商业部姚依林, 梁氏部陈希云三同志, 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 就修正税制的目的, 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 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 做了说明。 接着, 财政部又向毛主席, 政治局做了一次汇报, 由吴波同志, 把税制修正了哪些地方, 实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 如何解决的? 依依做了说明。 毛主席批评说, 公司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 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 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 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 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较好, 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再说, 1月17日晚上7时, 从武汉到达北京的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辉 和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布润生 到毛泽东住处报道。 毛泽东在和他们谈话中说, 关于农村工作, 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 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 当作新十七一项历史任务。 文件中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 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你们农村工作部 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而不要挫伤它。 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 上篇搞民主革命, 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吗? 就农村来说, 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 现在是要做第二篇文章了。 子辉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 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些时间内, 完成农业社会化, 配合国家工业化, 实现农业集体化, 即把农民组织起来, 经过互助合作, 过渡到集体农庄。 完成这个任务, 要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现在就应开始。 1月22日, 原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军长黄新廷, 政治委员洋人介侠第一师, 第二师, 第七师, 由吉林吉安入朝参战, 隶属第十九兵团, 后隶属志愿军总部。 1月30日, 毛泽东的卫士李佳记, 接到父亲病重的来信, 请了15天, 嫁回山西渝县探亲。 李佳记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站起身来, 嘱咐他说, 这次回家探亲, 别忘了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掰着指头, 亲自为李佳记拟定了调查提纲, 他说, 一是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 二是群众拥护什么, 三是群众有哪些负担。 另外, 回去不要对人家炫耀自己, 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 不要摆架子, 这样就不好办了。 回来以后下午汇报。 1月31日, 毛泽东在给后勤学院的训词中写道, 后勤学院李院长, 及李俱奎, 笔者助, 和全体学员, 教职员同志们, 我祝贺你们, 在预科学习和教学上的成绩, 并希望你们, 在今后圆满地完成, 军委所给予, 你们的学习和教学的任务。 对于现代的军队, 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 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任何轻视后勤工作, 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 不需要有系统的学习, 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 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 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 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 后勤学院全体教员、 职员、 学员应当团结一致, 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奋斗。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1953年1月31日下午, 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 对资产阶级有几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一是税收, 二是劳资, 三是商业调整, 四是资金短暑, 这些要解决。 1953年2月1日, 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 他不同意某一个文件上所写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 他说, 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已经改组了, 其他并没有改组呀。 农业、 手工业、 资本主义商业、 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 工业还远未完成, 国营商业零售面有待逐步扩大。 从农业上看, 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 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式改组, 但从个体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 则正在开始。 2月2日,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国情咨文, 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 做出放奖届时出笼, 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 2月2日晚, 原第四野战军第54军军长丁盛, 政治委员谢明侠第130师, 第134师, 第135师, 入朝参战, 隶属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 后隶属第20兵团。 2月3日, 艾森豪威尔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各国代表会谈, 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的政策。 2月4日, 毛泽东在转给聂荣贞和黄克成的一个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他写道, 聂皇为了防御台匪空军向上海一带的可能的攻击, 上海空军及防空两方面均需提高警惕, 加紧整顿, 准备随时可以对敌作战, 确保上海一带的安全。 为此, 请与空司防司仇伤应敌计划告我违判。 毛泽东2月4日2月7日, 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讲话, 对艾森豪威尔发出了严重警告, 他说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 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 破坏停战谈判, 并且妄图扩大清朝战争, 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 我们是要和平的, 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满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 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 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 我们愿意立即停战, 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 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 那么好吧, 就打下去, 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 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 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首的时候为止, 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后来在2月22日, 美国在各方面的压力下, 由联合国军总司令科拉克至韩朝中方面, 提议在停战前线交换伤病战俘, 试图借机恢复, 从1952年10月8日起, 由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了近5个月的停战谈判。 2月13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 关于建立计划机构的通知。 他写道, 各中央局、 分局并转各省、 市委, 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党组第一, 为适应国家有计划的大规模建设的需要, 中央人民政府已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 中央一级各国民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 必须迅速加强计划工作, 建立起基层企业和基层工作部门的计划机构。 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财经委员会应担负计划任务, 其有关计划业务, 应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指导。 东北各省人民政府的计划委员会应一律改为财经委员会。 2、 各省市的财经委员会, 应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与省、市党委及人民政府指示, 综合编制全省市的地方国营工业、地方公司合营企业、 私营企业、农业、林业、水利、手工业以及属于地方经营的其他经济、 文化事业的长期和年度计划, 并负责编制必要的地区性的物资和劳动平衡计划。 经常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发现和研究国民经济中的各种问题, 总结先进经验, 积极推动国营经济与合作经济的发展与壮大, 保证各社会经济成分逐步按比例的发展和协调。 三、在目前各大区的裁委仍应负责会总省市保送的各种计划, 并组织地区的物资和劳动平衡工作。 四、各大区行政委员会、省、市人民政府, 应由裁委主任或副主任专门负责领导计划工作。 大区、省、市,按照工作反检在裁委原有编制外, 并设包括30人到50人的计划局获处, 分设若干计划组进行工作, 受同级裁委及上级计划机关的双重领导。 专属县的计划机构的编制, 待5月全国编制会议决定。 五、中央一级各国民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 在各大行政区、各省、市支国营企业和文教部门所编计划, 除直接报送主管上级外, 同时应将计划副本抄送大区的、省、市的计划局或处, 以便大区、省、市、综合编制地区的物资、劳动平衡计划。 六、为适应计划工作的需要, 在建立和健全计划机构的同时, 必须建立和健全统计机构, 各级统计机构的编制、各级党委, 应按全国编制委员会的规定,迅速把干部配齐, 各大区、省、市的统计部门应受各该级裁委指导, 各级统计部门应经常供给各级计划部门统计资料。 中央2月13日,2月13日是除夕, 毛泽东吃过年夜饭, 对叶子龙说明天我们出去走走。 看过黄河了,这一次再去看长江。 你把杨尚昆、罗张子请来,我们商量一下。 杨尚昆、罗瑞卿从毛泽东办公室出来, 连夜召开会议,对毛泽东出行进行部署。 2月14日,魏氏李嘉继从老家山西渔县探机回来, 向毛泽东报告了他父亲的病情, 接着又汇报了他在家乡调查的情况。 李嘉继原本打算简单说说就行了, 谁知毛泽东听得很认真, 特别是对农村生产、生活、农民的意见, 农村政策落实情况,农民的痛苦, 问得很详细,还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来了。 李嘉继说到一个山区的21岁的农民生了病, 为了给他治病,老乡三次赶着马车进城, 请医生都没有请来。 毛泽东嗡了一声,放下笔,沉思起来,停了一会儿, 他问道这个青年人叫什么名字? 当地干部知不知道。 毛泽东又自言自语地说, 为什么医生都集中到城市呢? 他的脸上露出了忧虑的表情。 李嘉继说,这个人因抢救不及时就死了。 毛泽东的眼圈立刻红了, 他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对不起人民群众啊。 毛泽东听完汇报, 放下笔, 对李嘉继说, 你了解的情况很好, 能否写个材料, 给我看。 李嘉继第二天就开始写材料, 写出来的东西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像样子, 他掂量了好几天, 也不好意思交稿。 谁知毛泽东办事从来都是很认真的, 他主动问李嘉继要了几次, 李嘉继没办法, 只好将材料递了上去。 几天后, 毛泽东将李嘉继的材料 交给了负责卫士组工作的秘书王赫斌。 李嘉继一件就要要回来, 王赫斌不给, 李嘉继想抢, 也没有抢到手。 王赫斌说, 这个材料暂时还不能给你, 主席有批示, 等组织同志们学习完了再给你。 后来, 王赫斌组织警卫班和卫士组学习的时候, 学习了毛泽东对李嘉继调查报告的批语, 传达了毛泽东要求战士们搞好调查研究的指示。 原来, 毛泽东为了了解党在农村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和问题, 鼓励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回乡搞调查。 这时候, 李嘉继才见到了毛泽东给他修改过的材料。 毛泽东在这个材料上修改了30多处, 改了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句子, 加上了漏调的标点符号。 有些重要的话, 他还画了曲线或双曲线。 材料上没有标题, 毛泽东加上了山西渔县情况调查 这样的标题。 材料后面没有落款, 毛泽东又写上李嘉继三个字。 毛泽东在最后一页上写了批语, 他写道, 写得很好, 希望全班传阅, 但有些错别字。 毛泽东年月日, 预知毛泽东后来如何组织卫士, 趁探家之际搞调查研究, 请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 毛泽东写于1953年1月15日 关于新税制的信 以及新税制出现的过程, 请认真一读。 联系刘少奇, 1949年天津之行的讲话, 在联系反高岗斗争的起因, 高岗自杀等过程, 以及在50年代后期出现的反冒进, 60年代的三字一包等等矛盾和斗争, 可以看出, 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思想基础, 历来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的, 后面还要讲到这个问题。 这就决定了, 党内反复出现的两条道路, 两条路线方面的斗争, 都是不可避免的。 一些人枉顾历史事实, 把这一切矛盾和斗争, 统统归结为毛泽东生性好斗, 的确是毫无道理的。